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一生将黑白通吃发挥到极致 左手掌控着斯九买卖和红灯区的生意 右手拿捏着芝加哥的政坛 甚至有政府要员哭求他不要参加总统的选举 作为回报是不计较与他相关的谋杀小案 由此可见其势力的不一般 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地下市长 可如此强悍的一个男人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低能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尔卡彭是意大利以美国人 1899年出生 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 和众多意大利移民家庭一样 他的家境也是相当困难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14岁的卡彭仅仅念到初中就辍学了 可由于人比较机灵 卡彭被意大利黑帮老大强尼托里奥一眼相众 成为托里奥的关门弟子 从此就开启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托里奥 就没有后来称霸芝加哥的卡彭 后来托里奥离开纽约去了芝加哥 临走之前 他将卡彭托付给了弗兰基 弗兰基则将卡彭安排在自己的酒馆当服务员 在当时的酒馆里 经常会有喝醉的人大打出手 有时候甚至会动刀子 不久以后 卡彭卷入一场酒馆的倒欧 在倒欧中 被人用刀子从下巴一直滑到眼角 从此落下了一个巴脸的绰号 1919年初 卡彭再一次为弗兰基要账的过程中 因对方态度蛮横激怒了他 竟然掏枪杀了对方 惹上人命案的卡彭 在纽约是待不下去了 他只好去芝加哥 投奔自己的师父托里奥 此时的托里奥 在芝加哥混得风生水起 经营着上百家妓院和督场 年收入高达100多万美元 卡彭的到来 使托里奥有了强有力的帮手 一开始 卡彭只是帮托里奥 打理机院和赌场的生意 但是随着美国禁酒令的颁布 人们对酒的巨大需求 使得托里奥认为有机可图 于是便开始大量的酿造和贩卖私酒 卡彭开始成为托里奥贩卖私酒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尽管托里奥认为贩卖私酒利益巨大 但是当时芝加哥意大利帮派 真正的老大是克星没落 这位老大认为 贩卖私酒是直接与美国政府对抗的行为 容易给自身招惹祸端 因此坚决不允许托里奥贩卖私酒 他和托里奥也因此关系日益紧张 最终托里奥派人暗杀了克星没落 成为了芝加哥意大利黑帮的老大 卡彭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二把手 当时的芝加哥并不是托里奥完全说了算 意大利黑帮只在芝加哥南部活动 北部则是爱尔兰人的地盘 意大利黑帮和爱尔兰黑帮之间 在范私酒的问题上曾有过短暂的合作 但更多的是分歧 到最后分歧越来越大 以至于发生了火拼 托里奥再次火拼中身受重伤 伤好后有了隐退的想法 1925年 托里奥于决定返回意大利 临走前他将帮派交给了卡彭 从此 芝加哥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手段 更毒辣的黑帮老大 而芝加哥城也开启了血雨腥风 卡彭虽然年轻 但他毕竟从14岁就开始混社会 不仅手段很烂 脑瓜子又活 所以老大这个位子他坐得很稳 其实意大利黑帮在当时的芝加哥 已经不算小了 但卡彭上位后却不满见状 他要扩张 搞更多的钱 于是乎 他打通了从加拿大走私威士忌 到芝加哥的秘密通道 又搞到了几个地下酒厂 解决了供应链 下一步就是要垄断市场了 卡彭是想让芝加哥 所有做酒生意的人 都到他那儿进货 如若不从 那就炸 是的 直接用炸弹炸 简单粗暴 除了酒之外 枫叶场所 娱乐场所等等 都在卡彭的手中 得到了急速扩张 帮派那是日进斗金 当时意大利黑帮的年收入 光酒业务就达到 一千万美金 再加上别的买卖 每年轻松入账 大几千万美金 不成问题 要知道 这可是近一百年前的 千万美金 当然 卡彭也明白 树大招风的道理 所以他一般都是 以商人的打扮出现 穿着得体的西装 叼着雪茄 出席各种商业活动 他常对他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卖货的 另外 白道方面他会积极疏通 从法院到警局 再到办公室官员 他是能贿赂都贿赂 绝不吝啬 那时的芝加哥官场 已经烂透了 严重腐败 甚至连当时的芝加哥市长 汤普森 都是卡彭一手扶持起来的 后来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卡彭是巨子购买力量 卡迪拉克防弹轿车 这辆轿车在卡彭入狱后 成为总统罗斯福的作家 汤普森还明目张胆地 将卡彭的照片放在办公室 意大利黑帮在卡彭的带领下 发展巨猛 他在芝加哥成了帝王般的存在 出入社会的黑手党 古惑载 在事业上定下的职业规划和偶像 也是他 阿尔卡彭在这一年声望空前巨大 仿佛屹立在世界之巅 通过一场场血雨腥风的火拼 卡彭和他的手下 先后除掉了阿尔兰黑帮头目 奥巴尼 韦斯 德鲁西 除掉了一个个阻挡他的障碍 但是 仍然有一个心腹大患 那就是阿尔兰黑帮老大 绰号贾克虫的莫兰 卡彭为了除掉莫兰 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 1929年2月14日 卡彭得知当天 莫兰会在一个车库内交易思久 便派手下化妆成警察 以搜查为名 将包括莫兰在内的7人全部干掉 死后的10个月内 卡彭和手下频频出击 使用了冲锋枪 手榴弹在内的武器 甚至动用了重极枪 除掉了33名对手 从此 阿尔兰黑帮再也没有能力同意大利黑帮争凶 卡彭成了芝加哥名副其实的老大 动静太大 影响太恶劣 即便芝加哥政府想遮掩也费劲 事情曝光震惊整个美国社会 联邦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十分愤怒 正逢胡佛总统上位 又赶上世界级大萧条 整个美国社会的力气愈发浓重 为了控制住局面 重拾美国经济增长 恢复法律秩序 胡佛觉得要是不做点什么 好像很难出政绩 刚好卡彭的事就传了过来 胡佛总统决定大干一场 他在白宫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直接决定了卡彭的命运 最终的结论是全面调查卡彭 将其黑帮势力瓦解掉 方向虽然定得很好 但经过一番调查 调查人员是彻底蒙圈了 虽然将意大利黑帮控制的酒厂 捣毁了不少 娱乐场所也进行了清扫 但查来查去 竟然没有查到卡彭犯案的实质性证据 这倒不是警方的无能 而是卡彭深谙混世之道 他明白 可以做老大 可以干坏事 可以闹出人命 但是唯一不能的 就是留下把柄 所以他本人一直保持两手干净 一些黑活脏活 都是安排手下去干 他自己尽量避免官司 甚至他买房都不用自己的名字 他名下也不登记任何财产 所以警方才一直查不到 他的犯罪的证据 调查人员也是无奈 实在是没的 那有意思的来了 调查组在某次聊天时 突然有人就提了这么一嘴 你说卡彭这么有钱 都买别墅了 他会不会逃税呀 对啊 他那么有钱 其中肯定有见不得光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经过调查 发现卡彭在1925年到1929年 确实有多项收入 没有合法交税 只能说卡彭千算万算 却万万没想到 他最终是栽在了这里 很快卡彭就以22项逃税罪被起诉 但卡彭似乎并不担心 因为他早有安排 在被起诉之后 他花了5万美金获得保释 然后火速行动 打听清楚了陪审团成员 并且花费重金 将所有陪审团都给收买了 卡彭本以为此计是万无一时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开庭前几分钟 法官突然将陪审团 跟旁边一个庭的陪审团 对调了 1931年10月17日 法官认定 卡彭在1925到1929这五年内 一共收入为 100万零38654美元 逃税 21万5000美元 他因五项逃税罪被判 11年有期徒刑 令处以5万美元的罚款 还有7692美元的审判费用也得出 逃税的利息也要补上 1932年5月 33岁的卡彭被送往亚特兰大监狱 这时的他已经被确诊患有霉毒和灵病 这是经常混迹风月场的代价 虽然被病痛所折磨 但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 在监狱过得还不错 受到不少特殊照顾 但在1934年8月 他被转移到了臭名昭著的恶魔岛监狱 这里条件非常恶劣 卡彭的影响力在这里丝毫没有作用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服刑 更要命的是 他的病已经慢慢侵蚀他的治理了 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1939年11月16日 卡彭的妻子以卡彭病情加重 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成功获得了假释 出狱后的卡彭回到巴尔蒂摩的医院进行治疗 后来又回到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的豪宅 后来经医生鉴定 这个时候他的智商仅仅相当于一个12岁的小孩 在各种病痛的折磨下 卡彭于1947年初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卡彭在1925年突然的成为了意大利黑帮老大 到1931年被捕入狱 虽然他在老大的位子上只待了7年 但他却成为美国黑帮教父级的人物 他升级了黑帮之间暴力冲突的手段 经常拿手榴弹开刀 然后就是标志性的汤姆逊冲锋枪 他甚至被人调侃成汤姆逊冲锋枪的代言人 有了这两件武器的加持之后 芝加哥黑帮的火瓶导致了更多的人丧命 整个1920年到1930年 有超过500起黑帮之间的凶差案 据说直接死在卡彭手上的就有好几十人 当时在芝加哥 他黑白到通吃是霸主一样的存在 是名副其实的芝加哥土皇帝 纵观世界级黑帮教父 卡彭绝对不是最富有的 也不是最凶残的 但是确是影响力最大的 后世有关他的影视作品和书籍也十分泛滥 尤其是参照他形象衍生出的诸多黑道角色 可他最后的结局也足以警示后人 一定要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此后多年关于这个黑道之王的宝藏传说 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可后期因为受疾病影响了他的智商 导致最后这批宝藏不知所踪 当时这就是个传说 至于真假 可能要等到宝藏现世那天才能证明吧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